欢迎来到乳乳食谱 今天要为大家分享芋头山药 材料有少许的山药 100克芋头 半杯的糖 两大匙油 少许的盐 芋头把皮切掉 然后切成大块 芋头要选比较轻 老一点 白粉粉的芋头 放入电锅 蒸软大约15分钟 如果用筷子容易插入 就表示蒸熟了 放冷一两分钟后 趁温热时 放入糖 搅拌均匀 把芋头压成泥状 加入两汤匙的油拌匀 备用 山药去皮 切成长条 块状 表面均匀抹上少许的盐 备用 取大约10公克的芋泥 把山药放入芋泥的中央 把山药放入芋泥的中央 用手掌的力量 轻轻揉成长圆形 外面沾上薄薄一层的太白粉 这次大约做了11个 放入高温330度华氏 170度摄氏油温 最好使用过滤网炸 比较好控制 不时捞出 放入 主要是防止外皮爆开 以及查看外皮炸酥的程度 因为芋头只沾薄薄的一层太白粉 外皮容易爆开 所以炸的时候要小心 外皮炸酥黄就可以了 芋头山药最好尽快吃完 放久了就不美味可口了 油如果使用高温油炸 吃后的油最好不要再继续使用了 因为有非常大的可能 油已经变质了 美味可口的山药芋头做好了 谢谢收看乳如食谱 下次见